有粉丝留言说他天天看我的帅脸想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能不能来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鸡面 不辜负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眷恋 OK就冲你这个审美哦 我必须给你安排 咱们准备了白象火鸡面 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豆芽 说实话相对来说这个饼 韩国那个面要细一点 面饼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这个 和海苔酥 火鸡面酱 它准备 中油 我天 辣椒油 再来一点点香菜 哇鸭子有点凉了 这是米粮粉和酿皮的两餐 哈喽喽了大家好 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天 嗯 啊 够炸力 米粮肥我必须来点 虽然放了两袋溜啊 但是这个 嗯 其实这个 这个火鸡面不是特别黏黏和糊啊 可能它这个面质啊 跟咱们平时吃的方便也差不多 嗯 嗯 嗯 哦 说实话 一点也不辣 一点也不辣 我要给你这边 配点我们本地的酿皮 减下辣 我再来点醋 有了醋以后啊 啊 这个 这个辣度啊 稳住了 嗯 咱们这面太好坨了吧 哇 兄弟们 啊 这是这个小鸭子 嗯 你来看看 枝枝冒油 哇 小鸭子 嗨 你来去吃吧 嗯 哇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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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慢慢的都是油脂啊 哇 这一小油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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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火鸡面虽然少 火鸡面虽然不多 但是这我天 这确实是 好吧 我承认我怂了 确实是辣 所以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经常 几乎很少吃这火鸡面 首先这甜辣的口感 我不是很能接受 而且它这个辣度 后劲挺大 好 很好 很辣 咕咕咕咕咕 啊 还剩一口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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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我跟你说 这个辣度 这个辣度再辣点 都能把我送走了